另外中华队又有奖牌入账了 保龄球好手周佳蓁在女子个人赛当中 打出了1291分的好成绩 夺下了金牌 另外武术女将高玉娟 在武术散打60公斤以下级的比赛 则是夺下了银牌 而在举重项目方面 老将黄世旭在女子69公斤级的比赛 夺下了一面铜牌 39岁的老将黄世旭真的是很拼 先是在抓举项目成功举起了108公斤 接着在停举项目完成了挑战125公斤 以总和233公斤拿到了第三名 为中华的举重队再添一面奖牌